大家也在判斷经济情况和加息步伐 判断指数的走势 看到股市就继续出现东升西层的情况 港股第二天企稳在一百天线流上 但美股上星期反弹后就连续两天跌 大家都是看着今晚的PC数据 短期来说美股是否确立了反弹已经完结 看长一点你如何判断美股第三季或者下半年的走势 下跌的势头你觉得什么时候才会出现转机 我想如果你说美股这样计算 我觉得暂时还是先炒 例如我都没有美股仓 我只剩一只欧时 就是油股 油股始终都是在炒巴菲特那样东西 巴菲特不断买 我可以跟他买吧 这只我会坐得舒服点 你明知道巴菲特五十几元一定会买的时候 那我当然会跟他坐 他占你的仓比重多大 现在是100% 我都没有仓 就是美股仓的仓是100% 港股又不少 美股仓仓是100%在欧时 你说怎样建仓那些性 我觉得你真的要看 有一件事很重要 你看回那些坏消息出来的时候 市场什么时候才肯不下跌 通常都是这样的 你一定要不停地摸底 摸到什么时候 就是说当你衰退了 全部数据很差很差 接着市场都不肯放 是 守得到低位的 我想那时候就真的是 所有人都沽了 是不是真是反过来 你因为说真的 你出了这么多坏消息 你迟早会有好消息的 是 那你那一下 是不是可以做到一股 弹上来呢 就是我想就是会 现在美股要转势那样东西 但是似乎就都还有一段路要看的 因为始终现在都还在说要不停加息 就是你下个月底 究竟是加年五七五年 就是我想整个故事还是很长 还是在循环中 你说衰退的 都还没说真的实在衰退的时候 那变成炒为主 买货的那些 我就暂时不会搞住 就是当然你说 我每天买月工 或者怎样分注买 我觉得我不会阻止你的 但是最重要是你那个叫信念那些 因为它随时会载队 那载队的时候 你又能守不守到呢 那我想这个是操作上 如果真的要买的 就是细细注那些 不是说 就是和要摒弃之前 就是摒弃之前就是说 美股一定低位买完就会破顶的 那已经事实证明了 不是这样的一回事 那变成了对于美股反弹 或者向上的势头 你要打了一些折扣 不过我想刚才听到最清晰的信息 就是唐牛都只得了一只OX 就是美股就清了仓 全部都是短炒的 你没得搞的 因为你 说真的 是不是港股真的容易玩这么多呢 这段时间 这么说 近期港股的主题是多很多 就是我会形容 今个六月是港股最好炒的时间 是 就是由大价股 小价股 不同的板块 都有轮流的炒作 我想容易操作一些 美股就真的看你怎样形容 似乎不是buy and hold的时间 感觉上昨天一棍又打回来 变成你要转身要很快 既然是这样 我不如集中火力 我现在其实都是买来买去 都是TQQQ和SQQQ 就是纳指的三倍正向和反向 是 我都免得选择了 既然都是那个方向上 那个方向下 我不如直接选择ETF来炒就算了 是 就是 你反而这么多股票 你都不知道沽得哪一只 又不是现在长线投资的时候 那算了 不如就继续短炒为主 香港这边反而就 当然 我觉得香港都一样的 就是香港都是先炒 说真的都是两万二千点而已 又不是真的很聪明 是 但是 感觉上就多些主题去炒 你又会可以够胆挫货 这样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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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